你们说我挑来挑去的 怎么挑了一个这么自私的老公呢 在她的生活里 我好像就是个举外人 而且啥事都得听她妈妈的 现在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 我嫁给的是她呀 而不是她的妈妈呀 其实我也挺难的 作为一个大老爷们 每天被媳妇跟老妈夹在中间 你说我顾哪一头 再说了 我感觉我做的也没毛病啊 老妈生我一回养我一回 就得尊重她们 我们作为一个小的 听老人的话没毛病 我觉得她就是太强势了 总跟我妈过一步去 干啥呀 在这个家里 我丝毫没有话语权 决定权 我真的快喘不过气了 这样的婚姻 你们说我还能要吗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韩先生35岁来自黑龙江 个体沈女士38岁来自黑龙江 萧瘦有请 欢迎老妹 都说这个女大三抱金砖 今天是金砖准备砸人来了 是吧 对 为什么要砸她呀 因为心里爸爸有一些不舒服 好 我们先把这些不舒服吐出来 首先我们恋爱的时候 我们就商量好了 过几年再生孩子嘛 然后从那我们结婚开始 婆婆呢就一直在催生催生 然后呢 我老公刚开始的时候 站在我这会儿还能说说 不着急我们还在等两年 可是后来的时候你知道不 她就配合着我婆婆 一起说得生了 现在得生了 你看人家谁家 抱我大朋友孙子了 就这样的事了 问一句结婚几年 说话就 怎么呢 咋呢 你想干嘛呀 什么事啊 怎么事呢 咋的呢 就是这儿 这是为啥呀 这咋说呢 就是她跟我妈呢 她俩从朝总到 我身心也疲惫呢 所以这 她是说 你跟你婆婆老这么折腾 她受不了了 但是我跟你说 折腾这个事也不怪我呀 下的婆婆 成天的就站在自己儿媳妇面前 天天夸别人家媳妇好啊 你说我是一个媳妇 我怎么能顶过去 老张老王老李家 靠几架的媳妇去呀 这媳妇也是个厉害人 行咱把这个生娃这个事先放一边 还有冲突吗 其实说实话 就是我俩现在呢 由于就是婆婆吵着 要我们生孩子这个事吧 发生了一些矛盾 然后就吵了一架 然后之后我妈搬出来了 吵多大的一架 还得搬出来 是那天婆婆 一天也不知道招个鸡 你看人家又生个孙子 这到底是能不能生啊 要是不能生的话 就想想招 别成天就这样的 哎呀 你看人家那个谁家那媳妇 人家前院女子二嫂 人家又买车又买房 你看人家那媳妇多能干 你看人家那日子 都是人家媳妇挣来的 人家怎么说了 这么个媳妇呢 人家怎么就这么好命呢 然后我当时吧 也是因为情绪不好 我就没控制住 然后我就爆发了 实话 我就跟婆婆说 我说你怎么总看到 别人家媳妇好 就看不到自己家媳妇好了 那别人家媳妇都好 你怎么没让你儿子 去娶别人家媳妇 因为这个忙 然后婆婆也顶了我两句 然后她呢 看见我顶婆婆了 然后她就给我俩吵起来了 这娘俩都针对我 我这一生气 我摔门我就回娘 另一半我就走了 回娘娘了 更可惜的是什么 过了两天了以后人家才来 你回不回去 走啊 回家呀 就这个态度 回没回呀 那我得回呀 回去的原因是什么 是她跟我说 媳妇走吧 回去吧 这回好了 这回你这家干明白了 这回我妈说了 让咱俩搬出来了 合计是婆婆把这两口子 全都扫地出门了 对 这也不是说扫地出门 你看我因为啥 我没去接她去 你看看她吧 跟我妈她吵得特别凶 特别厉害 你说我这边 你说这边是媳妇 这边是妈 你说我家在中间吧 我两头为男 对不对 我这边我还得安抚我妈 安抚完之后 我才能去求她去嘛 当时你说我还能咋说 我也不能说 当你面给我妈一顿骂吧 不可能是不是 完了我是一边开枣 开完之后 然后求她回来 给她接完之后 回来完了我妈也说了 不行的话 儿子不行就搬出得了 对不对 也没有那些冲突了 我当时我那一想 也是那种事 搬回来好啊 搬回来不就自己过了吗 对 但是不是啊 我婆婆虽然是 不和我们在一起生活了 但是我老公呢 是这样的 只要是她妈妈说的 她都觉得 我妈妈说的对 你当媳妇的 我是当儿子的 你就得听我妈妈的 婆婆都说些什么 怎么掌控你们生活的呀 你听啊 我跟你说 我们从大到我们买房 小到我们随个理 理分子 我婆婆都得跟着参与 当时我们搬出来的时候 然后不就是买房吗 我想着吗 买房子就一步到位 我婆婆们 就因为差了五六万块钱 说啥不同意 就看出了一个 老小区老房子 二十多年的老房子 您指的一步到位是 什么叫一步到位 我都问 就是我认为吧 我们买的这个小区呢 还算是好点 毕竟它是新房 没建几年的 我们可以长期的 这辈子就不用再换房子了嘛 就是以后 你看要要孩子的话 肯定要上学 什么离人 都孩子要近一些嘛 孩子呢 那不是打算未来 刚开始是不打算生的吗 这不是因为 现在出现了这件事情 然后让我不想生了 这差五六万 是你们两口子 差五六万 婆婆不愿意 支援你还是 钱是我们自己出啊 那就出再贷点款 不就完了吗 五六万 对 我们都是 现在也是交到首付 然后做的贷款 还是买的 那个小区的房子吗 买婆婆相中的了 这我看那个 便宜了五六万块钱 就买婆婆那个了 这玩意们咋说 老人的想法 以省为主 为了咱俩能 能减轻点压力嘛 那会儿也可以 就是离学校要开车 也就是说是 半小时左右吧 房子这会儿 咱买都买了 我也顺着你妈妈的意见 大事我又听了就听了 那你也不能 啥小事 你都跟着我掺和吧 我二姨家 我小姐呢 然后生完 然后当时 我妈结婚的时候呢 然后人家赶礼 是两百块钱 我心里人家 就这么一个事 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你看 人家随多少钱 当时人家 他就给俺婆婆打电话了 俺婆婆说了 那个李丈人是二百 你们就随二百块 别多随 我说那你看 咱家事还多 毕竟还有老人 以后又过生日 什么都啥的 我说那咱就随五百嘛 这就不行了 非得听他妈妈的 最后来没招了 我背着他 然后自己垫了三百 随了五百 你这咋说 这你说你啥事都往出整 你这往来随李 你说你整出啥用 是不是二百五百的事 对不对 那你说当时 你说我不问我妈妈 第一样 那里边都在我妈那块 是不是 我得问问她 看写多少 因为我妈说了 那谁来 你到这家去写二百 那你就不行 你就写二百得了 是不是 完了我就那么 你反而去听我妈 那就写二百得了 也没啥太大劳 也没有什么太大来往 这事你说你往出拿 我感觉说也没啥用 是不是 不是啊 那生活中的话 大事小事 是两个人都需要有的 你这事你自己做主 你随五百就随五百了 你为什么还问她呢 那不行啊 我跟你说呀 我们从哪 我们搬出来以后 这半年了 我老公的工资 我一分看不到 正常以前 我们和婆婆 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她每个月 给我拿四千工资回来 然后我照顾家里边 婆婆什么 照顾这一家的吃用啊 之后从那 我们搬出来以后呢 这四千块钱 她也不交了 一分钱看不到了 然后这四千块钱 都让婆婆收去了 那我那我税里 我肯定问婆婆 我得管她 我得跟她说呀 明白了 我这就理解了 为什么是她自己 垫了三百了 好 行 咱们放在这儿吧 咱把婆婆拍一边好吧 还是回来看看 你们的这个情感怎么样 她觉得呢 我现在就是 每天就没事找事 为什么会觉得 她没事找事 关键她啥事都管 你看我本身 我是做个体的嘛 是不是 做什么 做餐饮 哎呦不容易 有时候又是回家晚一点 不是问东西问西 下家一顿给你抛吧 你看那次 我是跟朋友 除了喝酒嘛 不加一擦 她就一门问 鼻子不是鼻子 眼不是眼睛 你知道吗 你吃完饭 她洗浴去 一小一小不回来 我给你打电话不接 发微信不回 都能问呢 我作为你的妻子来讲的话 我有权利知道你在哪 你干什么去了 为什么一休休不回家 那次我是有更同学 还有哥们他吗 上班呢 完了直接上洗浴吧 那手机啥都在柜里边锁子 完了直接就是 在洗浴大厅 就在那块就住一宿 替他脑吧 回去 我这样就不相信那话呢 你洗浴的时候可以不带 那你上休息大厅的时候 你手机还不拿吗 而且你要是说 就关你男同学去也行 连男带女的 然后整一大包 都在洗浴住的 那我不会多想吗 你说能有啥事 本身就在大厅里头 是不是 你说吧 你就是多疑多虑 其实重点不在这 为什么不跟老婆打个招呼 打完招就不要了 那他在那 他就回家呗 关键是你看 有时候朋友来 那有多亲呢 还得睡在一起 就是因为啥 解释不清吧 不是说解释不清 他就不想回家吗 你就直接说我不想回家 我看你烦 他回家 他回家他就续着我 这看人烦 你刚才用了一个 一宿一宿的不回家 这是一个夸张的形容词 还是说他现在经常不回家 不是经常不回家 就偶尔 所以我就在问他呀 我跟你说 现在这半年 我一个月得有十天 到十二天不在家 那就算经常啊 嗯 这也不能说经常 那你看谁还没有亲戚 谁还没有 是不是啊 一个月 等一半回家 另一半在外面住 这是个什么日子 你告诉我 也不是 你哪那么多亲戚朋友 也不是说是这一半 就是朋友来了 哥们来了 不是 那来 谁都有朋友 但是不是谁要 都跟朋友睡一起啊 这咋说 这都是哥们吗 完了你看我要看你 不是你们这是什么哥们 非常好非常铁的 这就有几个呀 在我们那个县城 有个十多个吧 十多个 都在我们一个圈里面 哦 然后你们十多个人 就这么整宿整宿不回家 对 这可以用整宿整宿 那你们结婚干嘛 别结婚了呀 也就是那种事嘛 别结婚了呀 一开始 一开始是不回家嘛 喝完牛回家之后吧 他老续的我 他家不是老 他用家是走的 他把你赶走的是吧 你看他已经回家 他也不是好事 所以我就行 那我喝完牛 就别回家了 是不是 不是那你喝 要不然惹那生气 那你少喝点 你怎么不说 我少喝点 他就少说点了 一喝上 你就搂住车来 这可不行啊 你那些朋友不管你吗 他们也基本上都是 你看我们一出吃饭吃下饭 你那些朋友的夫人 都不管是吧 都不管呢 就他管 我们俩是他总管 那你那些朋友 都有孩子吗 有 所以你是觉得 你有个孩子多好 对 注意力全转移了 你又潇洒快活了 是吧 不是说是潇洒快活了 那倒不至于 这事我们听明白了 还有别的吗 有啊 你回来 你是不是对我态度好点啊 我一问呢 啊干啥呀 我啥事都得跟你汇报啊 然后 一跟头张那会就睡觉了 把衣服给我洗了 啪 一朗躺上去了 然后你要有点什么事 一跟他说 等着啊 那个我 我洗着洗着 洗着洗着 然后就开始给我婆婆打电话 哎呀 怎么又把婆婆扯上了 所以吧 你说他这种态度 那你说 让我怎么去生这个宝 更可惜的是啥呢 他本身是做餐饮 受徒弟做加盟的嘛 然后有一次 我半夜 我在家等了 你们那个餐厅还有人加盟 哦 对 因为我干得不错呀 我们是 我们是咋的呢 是我在家的时候 早上 那个知道他下班晚嘛 九点多回来 然后呢 我特意那天也没 就是下班了 也没就那么早饭 因为就两个人嘛 然后我就现在 等着他回来一起吃吧 等我把晚饭做好了 我就坐在这儿等着 我现在等着他下班回来吧 我一等 等到十一点半 快十二点了 人家才回来 喝的就跟你说 走道就这样的 最后来主持人 不是啊 我才知道他是因为侠没回来的 因为在我们店里边加盟的那一个 一个女 一个女的嘛 一个徒弟 他受的一个徒弟 他俩出去吃饭去了 你说呢 你一个徒弟 孤男挂女的 你上班的时候 你就该交交吧 对不对 你正常工作的时候 你该怎么地怎么地吧 那你为什么要整都半夜去 这咋说 就是你看咱做这行呢 是不是 毕竟是做餐饮 你说接主人群嘛 也是都不一样的 有男有女 也有老 也有少 是不是 我感觉这也是 平平无奇的事 再说了 你说你就把这事吧 说得吧 非常邪忽 吃顿饭喝顿酒 我感觉也没啥 哎呦我天哪 你说的可挺强 什么样的关系 就吃顿饭喝顿酒 又给你买T恤 又给你买大短裤呢 怎么了 你的胡子长得不长也不长 能扎到他呀 不是他就给我买东 那我还能咋说 是不是 那买了就买了 那我还说 让你退回去 哎我就问一句话吧 你媳妇的男客户 送给他一只口红 或一瓶香水 他能收吗 送给他一条裙子 他能收吗 客户是不行的 关键我这跟他这不一样吗 那不是有啥不一样的 你的徒弟不就是客户吗 他收一男徒弟行吗 这咋说 那分怎么回事 哎那怎么分嘛 你给咱分分吧 那我感觉我这事 我感觉 我没说你 我就说你老婆 他这你要是说白 他俩是纯洁啥 啥关系 怎么有我能接受 没关系 那我能接受 就是他们俩单独愿意去喝个酒 一喝喝到十一点钟再回来 那不行 然后为啥你就行呢 他关系他跟我不一样 人纯洁啊 他跟你有啥不一样 那我也不是说 我们俩是成天跟他出 不不不 人也没成天就一回 你在家里等着 他在外面喝到十一点 然后哎 他的男徒弟说 师父 来给您一只口红 师父为您穿这裙子好看 给您一条裙子 行不 这也不行 为啥不行 因为他们 他们很纯洁 他不是女同志吗 他女的怎么了 跟我不一样 关系我这人我是咋 我这人我有分寸 我知道咋回事啊 是不是 不是人家也知道咋回事 人家也有分寸啊 那能一样吗 他本身他也喝不多少酒 那喝酒喝多了咋整个 对不对 那回回家 一宿不回家呢 那关系我回家 一宿不回家有什么 跟同学在一起啊 那不一样 他也有朋友啊 关系我只得回家呀 你不是也整宿整宿 不回家的时候吗 那不是说跟我哥们 我就问你 他能不能整宿整宿的 也不回家 同学聚过会啥的 小姐妹在外面 一个月住个十五天 全是女性不能接受 也有男的 同学 有男的我接受不了 我出去的时候 他就得电话视频 不能挂 全程的 我就在外边待一个小时 这一个小时 电话视频不行挂 不是谁叫你接的呢 谁叫你不挂的呢 我不接他就去找你去啊 找就挺好的来找呗 到那干这又不磕着吗 有什么磕着呢呀 你也可以去找他呀 我不行 受不了 我怕丢人 怕丢人 那来这干嘛呀 我来这主要就是 我想问问他 我在你心里边 到底是什么样的位置 咱们俩现在这个日子 到底你觉得 咱俩还能过吗 我现在呢 就想让你表个态 问你呢 什么地位 你是我老婆 是我妻子 那就是老婆 跟妻子地位 老婆和妻子 是个啥地位 说完 那你在家不就是 闲地住吗 那你也不能说 成天还管着我 管控太狠了嘛 对不对 好 我问点其他的问题吧 想要孩子吗 想 想要不回家 关键回家 他老公俩吵了 第二个问题 你能接受跟他分开吗 接受不了 为啥接受不了 你都 这家都已经结婚了 是不是 那就好好过吧 是不是 你要分开之后 不磕什么 脸很重要是吧 不是说脸也脸很重要 家庭也很重要 那你就选一个吧 是脸重要 还是家庭重要 家庭重要 但是我看你脸比家庭重要 今天我就把话说着 如果咱现在还过着 现在这种生活 半年的生活 那我就告诉你 我过不了了 这样的日子 我坚持不下去了 说白了 那你都有朋友 那你也不可能说是 始终都不出现 始终也不回去吧 我们都有朋友 也没谁半个月不回家 那回家 回家是能做到的呢 但是把应酬这方面 得应酬 但是咱得挣钱呢 不是正常应酬 可以正常应酬回家 有的时候也不一样 跟客户也有关系的 行吧 刚才说的是真话呀 还是吓唬吓唬他 我今天来的事 说的全都是真话 是我内心的话 好 是我这半年 我想知道的答案 行 是我心里边的问题 好 接下来我再问 几个问题好吗 结婚比较晚 对 是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 家里边出去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达了两年工 回来进场的 后来学手艺 一直就晚了一下 把这个事就耽误了 三十八岁自己 着不着急 当妈 也想 迫切吗 说实话 我现在没有那么 如果一个 就是在你的内心 一个女人 不生一个孩子 你觉得她人生完整 还是不完整 不完整 那你为什么又不着急 我现在 就我现在 我家的情况 包括她现在这种态度 让我没法去着急 所以在你的心里面 那个完美的人生 应该是老公 孩子 对 家里 温暖的一家 对 她如果连这个东西 你都给她撕碎了 你这婚姻还会有吗 你自己去想 接下来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那我们一起进入 秋皮特问卷 我可以断言 像今天在这里 这样酣暢淋漓的夫妻争吵 在你们这个家 已经久违了 因为这种习惯性的冷战 已经让这个家 变得冷冰冰了 作为妻子 确实感觉到很委屈 对 我们 要珍惜呵护 生命当中的女人 这当中 包括妈妈 跟包括妻子 你错在哪里 你错在自己的破关破摔 你整夜的不回家 难道没有发泄的成分吗 难道没有 对这个家失望的成分吗 因为 她左右不了你 达不到她妈妈的愿望 和她自己的愿望 生孩子是他们共同的愿望 一个男人心中的那种委屈 无助 失落 失望 在这下去就是绝望 孩子 在你心中 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她的一切的一切 是对这个家彻底的迷茫 她这样的态度 你更加不想生 所以就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恶性循环 你这样做 你这样做 她不敢生 她不敢生 你们更加的变本加厉 所以我看到的 是你们的婚姻 举步为奸 所以我想 双方都反思 如果说这个家庭的氛围 环境能够改变 是不是在这样的状态 要一个孩子 如果真有理由不要孩子 跟他们说清楚 那么他们接受不了 一拍两三 你判断清楚了 我想你会有自己明确的抉择 谢谢 当时为什么要娶她 咋说呢 就是她披我大散罪嘛 是不是 也是温柔吧 也温柔一方面吧 也会疼人 完了 我俩宰话那会儿也非常开心 所以她不是那些能跟你去洗浴中心 整宿不回家的女同学的类型 对吧 其实你就是想找这么一个女人 在家很安稳 让你很放心 可以过日子 是个能守住家的女人 但是你把人家取进家门之后 你干了些什么呀 你对人家好了吗 你尊重人家了吗 你把人家当成一个妻子 会儿和您没亲吻 那只好 会儿 持人家 这个好 感情 一定是 在婚子上 多 when 我们会拍下来 我给你 什么 有痲症 没有 那 有痲症 有症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收那个礼物 刮胡刀也好 大短裤也好 她觉得没有什么 我刚才阎老师说的时候 这委屈劲 可你就是不懂事 你跟那个女徒弟可能没有什么 但是没人告诉你 这事不对 可是她跟你说不对 你听不进去 因为你不认可 你认可谁啊 要是你妈跟你说这事 你听不听 你肯定听 看到没有 我们发现解决问题的点在哪了 婆婆 婆婆想要你们要孩子 她也想让你要孩子 你也想要孩子 在这一点上 你们三个人是共同目标的 那干嘛把这个共同目标反成 反而给她转化成了共同的矛盾 因此你分崩离析了 你搬出来半年 就是过得没有之前好 老公的面都见不到了 你徒弟也出来了 是不是 对 所以 去拉拢啊 统一战线啊 跟婆婆去说啊 她这些事 你跟婆婆念叨过吗 但是念叨你不是告状哦 你说妈妈 我们现在生孩子了 可我老公 我见不到面了 你看她 她马上拿起电话 让她儿子给我滚回来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在解决问题方面 我们要找到突破口 婆婆你们之间有矛盾 但是你住在婆婆那儿 是不是婆婆在帮扯你们很多 对吧 对 那我们是不是要感恩呢 对 我们是要给她尊重啊 所以啊 跟婆婆先去管好关系 解决这个问题 你看看能不能 马上就有改观 就这样 谢谢老师 现在其实最大的冲突是在哪 你知道吗 如果你们年轻 她会有时间给你改变 恰恰你们不年轻 对她来说她不年轻 她已经38岁了 她不会再给你一个很长的成长时间 也许你成长了 她就不能生了 这是她的焦虑 她岁数在这儿 她其实你们家最想生娃的是这个女人 她恨不能你对她好 结果等她真的嫁到这个家之后 她发现了一个生活真相和现实嘛 这真相是什么 我老公没那么承受 我不敢给我老公生 然后我想在我婆婆那儿找到一个支持 没有这个支持 婆婆给我的感受就是 娶进来就是给我们家生娃的 没有其他的抚慰 哪敢生啊 那当然不敢生了 所以其实你们这个婚姻 最核心的在你 就是你想要 她能往前走 你要不想要 也就散了 反正要要这个婚姻 你得改 加油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192就要爱 真情六十两 我觉得出一家 进一家都不容易 我很想珍惜我们的这段感情 但是我希望我们两个人 能过我们两个人的小日子 你的态度要改变 要对我有负习这个责任 如果你还能一直这样的话 那这个婚姻 我真的要跟你说一声 对不起 我要退了 咋说呢 我能改啊 媳妇 就是之后回家呢 我所有 就是刚才主持人说了 是吧 所有社交圈子 我全洗一遍 我改 咱俩就是好好回家过日子吧 是不是 我也知道你的难处 这一年你也受苦了 是不是 也受了不少委屈 之后呢 就是以后也没有什么任何 也没有任何什么 就是说应酬我是不是 我保持天天晚回家 准点回家 不再让你负担 让你在家等着 你的车的话可信吗 该有的应酬去应酬啊 你不能那个做事那么极端啊 谢谢两位 来请回加油 加油 来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网红龙兄 都说女大三爆金砖 只有用真情真诚的把这块金砖融化了 那才是家中的宝才是金砖 双出是肯定的 我希望女生不出来 男的要出来 敲一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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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出是肯定的了 来吧 我们看看这对夫妻自己做何选择 我其实没啥要说的 我想跟先生说啊 三十六岁了 社交圈是应该变一变了 我还挺希望他们能够早点有个娃子 如果关系调整得好 行吧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请亮灯 加油啊 给点时间 观察观察 看一看 虽然着急 但是把节奏稍微再放一放 好的 加油 谢谢你们 非常感谢听了 谢谢 来 请回请回 谢谢啊 来 请回 谢谢 哎呀 其实真的也挺不容易 婚姻不就是一场人生的修行吗 希望他们能够幸福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他就希望我是被他操控的提线木偶 他现在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对我特别的轮胆 他总说他缺乏安全感 从来没有信任过我 他身边那么多异性 就是心里没有我 他的爱太极端了 我快要承受不住了 我那么爱他 他却总是搪塞我 有请地队情侣 有请 男嘉宾小瑶25岁 来自广西自由职业 有请 小廖24岁 来自广西自由职业 有请 欢迎两位 看小片你扛不住了是吧 对 小片里你也很痛苦啊 说他这个异性缘很好是吧 我印象比较深 对吧 是的 那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今天来的目的是希望他不要太过于爱完 然后在这种感情里面他太过于自我了 根本就没有爱完 我跟他在一起 已经快四年了 然后我们前几年的感情是挺好的 因为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 后面他毕业了之后就出社会了嘛 开始变得情绪不稳定 在寓意也强 短信必须要在三分钟之内回他 能秒回更好 然后呢电话是必须得秒接 不回他 他就开始夺命的连环抠 他就怀疑我出去玩了 我怀疑不应该吗 那主持人是怎么回事 之前呢我跟他因为一点小事情吵了个架 他跟我冷战 然后我想跟他道歉 他说他不想听 他要睡觉 然后我并不想冷战 买了个道歉礼物 去他家找他 敲门一直也没见人开 后面是他邻居出来 就说他跟一帮人找就出去玩了 他都没人在家你敲干嘛 我才知道 他背着我出去玩 好嘛 我刚到大牌当那边跟朋友 坐下来聊都没有一个小时 他就不知道怎么就找到我了 他一句话都没说 抓起我的手 就往门口拖 那个店里面是有阶梯的 我穿着高跟鞋 我从阶梯上面刷下去了 膝盖上面都流着血的 他不管 我哪有不管 我后面是不是去药店给你买了 你去药店你给我买 那当时你骗我在先呢 我都已经趴到地上了 他不拨起来 他直接就在门口那里又骂我 当着大牌当这么多人 他说你说 他骂你 他就说我 你不要脸 你干嘛骗我呀 你不是说你睡觉吗 那我说的有错吗 而且他那门朋友又不是什么好朋友 每次都是去那种 我觉得不太好那种场所 又玩得很晚 然后呢 我觉得不太好 就去酒吧那样 那明知道他有男朋友了 还叫他去酒吧玩 那你有什么心思呀 我当时是成绩 我才没有给你发消息的呀 而且你凭什么说我朋友不好呀 然后你说你买礼物 要过来给我赔礼道歉 你就是这么跟我赔礼道歉的 你还在那里大骂我 骂你不应该吗 他们知道你有男朋友 还让你跟一个陌生的男的那 勾肩搭背的那吃吃喝喝 我能不生气啊 你怎么不说这个事情 怎么陌生的男的呀 这个事情发生在哪个男生身上 那也会觉得很难受呀 其他的事可以不讲了 我就对这件事比较感兴趣啊 确实是带着礼物去的吗 对 我放在车上的 你确定吗 我看到了确实有礼物 但是去了之后 这个我要特别批评你的 我不管前因后果是什么 就是你当时在那儿的那个举动 我基本就觉得女生可以跟你分手啊 因为不理性 当然她为什么选择留下来 我们一会儿再听嘛 那接下来我第二个要知道的事实是 你跟朋友去吃饭 对 那我的理解就是正常宵夜嘛 相当于年轻人之间有场误会嘛 对吧 她生气嘛 她去道歉 然后看到了跟她想象的不一样 血气方刚的 争吵一下 我觉得都很正常 有一件事我觉得很好奇 她刚才说的是 你跟一个异性勾肩搭背 我要知道的第二个事实 你看到了什么 那她跟一个男的坐得很近 喝酒吃烧烤 那我看到 只有一个男的吗 对 当时就一个男的 不是一群人吗 就是一群女的 然后但是当时 她是有个男的坐在她旁边 一群女的一个男的 对 那个男的坐在她的旁边 对 主持人我跟你说 那个男生就是我的表哥 当时我跟我朋友 在大排档那里吃饭的时候 就刚巧碰到我表哥在那边 所以才叫过来 平桌 你要一说表哥 我的好奇心又上来了 当我的表妹被那臭小子 拉拽在地上 膝盖都磕破的时候 表哥不上去抽她吗 当时我表哥去厕所了 她不是说她看见 你跟一个陌生的男人在那吗 对 她在门口那里偷看的 她趁着你表哥不在的时候 对 她把我拉走 我得拍照留证据 不然到时候她又说 没有啊 那这个时候我该怎么说 你就是故意等着我表哥 我去上厕所的时候 趁着没人 帮我撑药的时候 过来欺负我是吧 我也根本没怎么拖拽 你掉地上的时候 我是不把你扶起来了 行 事我听明白了 这不就应该吹了吗 所以你也别哭 自己不走 那是你的事 第一 一个男人不懂得尊重 第二 一个男人克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第三 还没怎么着呢 就敢跟一个女人动手 基本的礼仪都没有 就是男孩就可以不要了吗 那个表哥是怎么回事呢 主持人我就跟你讲一下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一个大院里面的 然后是有血缘关系的 然后我那个表哥就是 从小就对我很好呀 就很宠溺我 那我对我自己 对我好的哥哥 都不是暧昧 就亲密点 怎么了 我就跟我表哥 就平常就说 哥哥晚安 哥哥早点睡 他都觉得不行 那只是说主上 都已经隔了多少代了 你们意义上都可以结婚了 那你还有男朋友了呀 不是这表哥到底是个什么表哥 他是我外婆的表妹的 女儿的儿子 这出了五福了吗 出了吧 但是不能说出了 就不能说就表示什么呀 就玩得好 那也是有血缘的呀 我就是把他当亲哥哥看的呀 我跟你说 我跟我哥的聊天记录 我都可以随时拿出来 给你们看好吧 看 看 看 你好 哥哥 这没什么吧 我先问问几位老师啊 这个你们觉得这有问题吗 我要哪天跟我哥说个爱你呦 我哥就吓死了 而且哥哥也挺会聊天的 我不告诉你呦 虽然说是表哥 这种表达很容易让别人误解 也会让您的父母担心 我说句实话 就我看完之后 他们其实是有情感依赖的 反正我要是你爱朋友 我看到这个 我心里会不舒服 我可能有其他的做法 你的做法可能就比较极端了 你会查他的手机吗 查 他很极端 就因为表哥这件事情之后 他就开始疑心病更重 嗯 向手机就开始查 包也开始翻 更甚至就连微信部署他都查 你还有一时说那个微信部署 当时是一个周末嘛 我就问他 要不要出来约个会 他说他很累 想在家里面休息 然后我那晚上看他那部署 他都一万多了 他跟我说他在家里面休息 不是这样子的 当时我跟他说我在家休息 我确实在家休息 但是领导上面临时通知我 让我帮家长接送小孩 几个小孩子 来回几趟 那可能那微信部署就有一万多部啊 我跟他解释他永远的不听 就像有一次我跟他一起约定出去约会嘛 他先到了那个约会地点 我家里面突然出现了一些急事 需要我赶紧帮忙处理 就我就一边打电话一边走过去嘛 然后他说你先把你的包给我 我就说那我先把我的包给你 你查吧 就你知道吗 他翻我的包他是怎么翻 他像倒垃圾出来一样 一个一个清点 没有什么问题 他才收起来 收起来之后他就开始问我要手机了 然后我当时我就在说 我等一下我在处理事情 等一下我弄完我就给你 他说你先给我检查了 我再还给你啊 他就开始就过来抢我的手机 他说你要手机还是要我 我说我要你 我要你 但是你能不能先把手机还给我 我在家里出急事了 我得先赶紧弄 然后他不管我 他听到我这样子讲了之后 他就马上把我手机给你摔了 你看那你怎么还不离开这小子呢 一个人怎么可以这么对待另一个人呢 你有什么资格去把他的包都倒下来呢 你有什么资格 你是谁 你有什么资格摔他的手机 你有什么资格 即使他是你的老婆 你也没有这个资格 更别说他是你的女朋友 你是谁 你这么羞辱我 过分了你知道吗 当街摔你手机的男人你不走 我不知道你哭什么 有什么好哭的 以前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我管他以前是不是这样 现在他是这样就OK了 我想他要 我想他 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 他如果敢这样 你敢不走 他还会做得更过分 对 他后面就 变本加厉 他不仅放我包 放我手机 他每次去我家里面 我跟他没有住在一起的 然后每次他去我家里面 他都会让我一进门 他就让我站在门口不要动 他进我家里面去就翻箱倒柜 先查完 就供脚脚落落先查完 我跟你说现在什么年代了 一个女生被男人都这样了 还有什么好讲的 你愿意讲我就让你讲了 我没想到他憋个大的 你懂吧 他现在搞跟踪了 就我现在去哪里 见什么人 干什么事情 他全部都知道 我哪里有跟踪你 我就撞到你那一次 那一次结架日是不是 我就在你家小区门口 我都打电话跟你说 我们出去玩家 你说你不想出来 那我就在你家那附近内 一个饭馆内吃早饭 我就看到你又跟一个女的 又出来了 然后又上车 我都不知道你们要去哪 然后我就 我才跟着你 我想看你 你又要背着我去干嘛 他干嘛了 就跟他那朋友那逛街什么的 他宁愿跟别人逛街 都不愿意跟我 我认为你跟一个人逛街 我认为你 有一个小区 我认为你 在哪儿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有一个小区 你不 gets 我认为你 你还在那里 因为他极端 所以你们听听应该怎么处理 这这现在已经跟爱情没有什么关系了 好不好也不要哭了 让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奔卷 男生的一切心情 确实大大的远远的超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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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意义 你看你和你表哥的这个关系 我们作为外人看 或者作为大众认知看 他都是暧昧的 是超越普通兄妹之情 超越普通男女关怀的 是超越的 但你没有感知 所以你的边界和界定本身就不清晰 而这样一个对你施暗的对你施暗的对你施暴辱骂不相信你不尊重你的人你却认为那是他爱我呀那他只是极端嘛但他所有的作为都是因为爱我呀所以你对爱对亲密关系定义都有非常大的偏差 结束 无目的地的随心所欲的去怀疑你不是觉得你不配他是你骨子里深处你的前一生认为自己不配拥有爱情何必在爱情当中让彼此受折磨 还有一句话告诉你每个人都配拥有爱情都值得被爱 关键是你自己怎么去认知 所以你就赶紧分手也别折磨彼此了啊 你这样下去很危险的你真打了人家你也犯法 赶紧分手 其实在我看来呢两个人都是缺爱的人 你们的成长环境一定也都是让你们缺爱 然后让你们误认为现在的所作所为就是爱 我用一个形象的比喻 你是一只鸟 你是那个制作笼子的人 所以你现在是笼中鸟 其实你们的逻辑我也大概明白 只要我解释清楚了 我是清白的 那我们的问题就没了 我们就回到了从前 南方的逻辑是什么呢 只要我看住你了 你不要再和亲人暧昧了 然后都在我的视野下了 那你是安全的了 那我觉得我们的问题也就没了 但是别忘了 这个故事一旦发生了 你们就已经不是爱的关系了 你默认为或者你认为 曾经的这个笼子里面 曾给过温暖 所以你不舍得离开 其实这个笼子 任何笼子都是有门的 而且我想告诉你 笼子的那个门的钥匙 其实握在你手里 只是你自己 不愿意离开 因为这个地方曾经给过温暖 我是一个去爱的人 曾经给过我 只要我解释清楚了 我觉得这里仍然是温暖的 南方说了 这个笼子 我是专门为你定制的 如果你要是飞了 我的这个笼子就报废了 我所有的努力 一切化为乌有 所以在你们的世界里面 一意是带着幻想 如果那样就会回到重前 这是一个好的想法 但是此时此刻 你们想一想 你们和当初 你们相持的那段时间的交互 已经截然相反了 原来是对对方好的时候 都是发自内心的 现在呢 也只不过是什么 我曾经的那只鸟 千万别飞了 你是想原来那份温存 我再找一找 看能不能再回来 你们都在特州求见 显然 那一切 不可能再回来 相信这个世界 如果你们愿意发黄下去 你依然拿着那个笼子 去拴住 你曾经认为的那只鸟 因为它要飞走了 就带走了我的尊严 女方呢 在你的世界里面 只有不断地解释和辩解 才能找到一点温存 这就是你们对爱的理解吗 显然啊 这不叫爱情了 想一想 我觉得这样 暂时让你们分开有点难 暂时先冷静一段时间 两个人半个月 一个月 先不做交互 不做沟通 想一想你们此时此刻 在发生什么 因为你们现在缺一个东西 缺的是 看见 你们俩在一起四年 其实相互都需要对方 男生 你骨子里相信他吗 半信半不信吧 不相信 你相信自己吗 也不相信 因为你怕 自己没有能力 去抵御住他周围的诱惑 所以你去查 所以你不相信他 实则核心是 你对这个关系 你只是需要 但自己知道不合适 知道累 也很愤怒有的时候 但是你无法能控制自己 你挺可怜的 谈过恋爱吗 他是我初恋 你不知道爱是什么 你以为就是 能够占有住他就可以了 你只是需要他对你的配合 他越配合你 越让你查房间 查包 查手机 你越觉得把握是不足的 因为查这是没有底线的 到后来就是跟踪 跟踪没发现什么 还继续跟踪 你一定要发现点什么 挺可悲的 我劝你离开了 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你身上 你没有朋友 你事业好不到哪去 每天都在琢磨 另一半是不是在做的背叛我的事情 你事业没有发展 生活也不开心 赶紧离开他 你被这段需要的感觉控制了 就这样 好的感情两个人是愉悦的是开心的 好的感情是有争吵 但是很快 又可以让双方女乐起来 共同往前走向上 坏的感情就是让两个 本来挺可爱的人 变得越来越难看 那就是坏的 女生给你的表哥说句实话 我觉得你处理的特别特别有问题 这个边界问题不解决的话 你不会得到幸福 分开吧 对谁都好 即使现在分不开 长痛不如短痛 让我们一起进入 192就要爱 真情 六十 我真的很爱你 但是 我真的也想很 我真的很想让你改变 变回原来的那个 我喜欢的男人 但是你最近做的事情 已经让我不能 正常地接受你了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可能 我可能 太想回到过去那段 甜美的时光 所以我可能 言语上或者行动上 过于粗暴了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我希望我们能够好好静下来 给人给大家一个机会 我想为了我的安全考虑一下 所以人生就是这样的吧 挺有意思 挺有意思 我要是你 我绝对不出来 当然 不太可能 女生 如果有一天 她真的认为 你和哪个男生在一起说话 就是你们俩在搞暧昧 就是你和别人好 就是备伴她了 她一定会打你 我告诉你 你要不怕打 你就出来 不是 她已经打过了 又不是没打过 那个拖拽吧 她还觉得是不小心磕了 她真的会打你什么 那个不就是打吗 那个不就是打吗 只是她没有这个 没有边界意识嘛 没有这个尺度嘛 甚至我认为女生 一旦碰上真正爱的人 你也会不由自主 真的 那个时候还得被打 所以今天分手 至少免了以后挨打 行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 第二集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 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宝鸿兄做个预测吧 我依然不看好这一段恋情 我认为这一对恋爱人分手 对谁多好 女不出难出 严老师 我希望女生别出来吧 真的 这个太不健康的感情了 女不出难出 预判两个人都得出 但是两个人的出更多是因为 不懂得放手 都是辩解不清的人 我同意一个老师 两个都会同出的 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看看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 独家冠名播出 广电5G192 全新浩段 全新体验 让爱相连 再一次的感谢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